好 妹妹 吃早点了 妹妹 妹妹 哥哥给你梳头来了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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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人呢 妹妹不见了 九师兄 你搞定呗 放心吧 小师妹 好 来 小师妹 我给你送吧 别 九师兄 你先别管我 你先走 你说什么呢 小师妹 师兄怎么能抛下你不管呢 趁那个妖女还没回来 咱们赶紧逃吧 九师兄 那个女人的目标是我 如果我现在跑了 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还会有第二次 第三次和第四次的 可是 九师兄 你别多说了 你赶紧走吧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那好吧 那我去找个帮手 教训那个妖女 师兄一定会回来 你等着啊 一定要等着 快太后 再也不回来 你才会有什么 你就会被咬 你才会来 那么快 那我再去 你没空 你是不是 您一个人 甚至是 什么 这个 calculate 两岁 三岁 三岁 交通 dissolve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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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们去那边找 好 走 我们去那边 你们早点回来啊 咱们赶紧走吧 走 秦朗 我妹妹不见了 她在哪儿 把她还给我 不 即便你曾经对我有恩 但她是我的底线 你绝对不能伤害她 你爱她 为什么不告诉她 你们三个到山上去找 是 你们两个到山下 是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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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很多 Rog 你知道你 你试一些 监星 谁 其中 你们 岳公子 来 秦公子 你怎么不在这儿 秦公子 小师妹被绑架了 你赶紧去救她吧 在哪儿 在山后面的坡庙里面 你现在马上去通知苏家公子 是 走 带路 走 日絮 你我朝夕相处 整整三个年头 自从你知道我的心意之后 就对我避而远之 一直以来 我以为只要我等 我就能等到你回心转意 可是你心里只有月影 只有她 你闭嘴 我偏要说 如果现在我把月影还给你 你应该感激我不是吗 你够了 她不是月影 我真的不是月影 我真的不是月影 他居然说他不是月影 他居然说他不是月影 好 既然不是 你干嘛担心她 你干嘛担心她 日轩最爱的人叫月影 而你就是 所以她才会一直在你身边守护你 这位姑娘 你真的认错人了 我不是月影 日轩她误以为我是月影 才会救的我 可我真的不是她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日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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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一直希望她想起你吗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想起我会要了她的命 我宁可他一辈子都想不起来 林郎 我去找他 这里已经没有我留下来的理由了 快 前面就到了 小师妹 小师妹 小师妹去哪儿了 难道他自己逃走了 小师妹 秦公子 琳琅 你太不听话了 跟姐姐回月灵宫 不要再到处乱跑了 哼 秦天姐姐 你别着急 等我办完事啊 我自然就会回去的 肖牧尘 你还有时间跟我纠缠 你的小师妹 已经毒发昏迷了 什么 他就在前方的庙里 你还不赶紧去救他 月盈 你会没事的 别碰他 我真是你 你把他怎么拉 你把他怎么拉 金郎 你我的账可以日后再算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先把他送回去 我怎么知道 是不是你害他如此 二师兄 小师妹呢 小师妹他被绑架了 我找人来救他 他就不见了 二师 二师兄等我 等等我呀 你一两负面就试人 要我如何相信你 我不想再与你争执 那就把他交给我 秦郎 你是真的想跟我打吗 你就不怕伤害到他吗 雨萱 我 你 你究竟把他怎么了 他身上的毒发作了 他为何会中毒 是不是因为你 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 住口 小师妹 小师妹 你怎么样了 岳峰 秦公子 怎么一会儿没见面 就打下来了呢 你敢动我小师妹的话 我给你拼命 是她 是她帮走然然的 她 她是不可能伤害小师妹的 你又是谁 她是我二师兄 绝情见萧母臣 萧母臣 小师妹 你怎么样了 小师妹 月影 等一下就好了 日轩 日轩 你让她看到你的脸了 照顾好的 侍然今日 你执意要跟我做个了结 既然你执意要跟我 那我就奉陪道敌 那我就奉陪道敌 小师妹 九师兄 九师兄 你怎么样 九师兄 那个戴面具的男人是谁 那个戴面具的男人 应该是魔教主人 九师兄 九师妹 九师兄终于没有钱 你可以保护你一次吗 九师兄 玉峰 九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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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来跟我吵啊 你们几个快把他带走 快 我妹妹现在这个样子 我希望尽快带她回家医治 至于岳峰 你们放心 她的后事 我会妥善处理 安德好妹妹 我们兄弟几个 就会尽快赶去岳峡 日轩哥哥 你受的伤 是追不上我的 请信 平心 执击 执膝 执膝 你为什么会来医治 我追随琳琅来赐 走 日轩 我不是 我不是月盈 九师兄 怎么了 九师兄 你不要死 九师兄 表妹 她醒过了吗 还没有 一直在说梦话 了解 我替你办 我替你办 岳家的事情 都处理好了吗 总算 全都料理清楚了 岳老爷 悲痛万分 岳夫人也哭晕了过去 我们苏家欠他们太多了 还不知道然然醒来会怎么样 你照顾妹妹这么久了 回房间休息一会儿吧 是啊 表姐 你回去休息吧 妹妹我来照顾 明明前几天还好好的 岳峰说没就没了 然然现在又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一期 都跟魔教有关 我们看到的那个戴面具的男人 应该就是冉冉之前 在太野山见过的 苑林宫诱护法 日轩 日轩 可是萧牧尘却说 他不是坏人 不会伤害妹妹的吧 我们现在手里的情报 还是太少 只能先保护好妹妹 尽管其变吧 这一次 我又欠你一个人情了 我又欠你一个人情了 你不知何妙的 我 име上飞了 อน乡 你不会看这个月 黄金 你不知何妙的 要命吗 我并不知何妙的 你不知何妙的 你不知何妙的 那他絵子 这个妙的 不然就是不知何妙的 你会死因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然 你醒了 妹妹 你终于醒了 然然 醒了就好 醒了就好 妹妹 你哪里不舒服啊 我怎么想不起来 发生什么事了 妹妹 想不起来就不要想了 来 喝水 你带来 喝水 孙盘 咱修 哥 我 并不过 咱修 咱修 自己 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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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她明天应该就会来看我了 妹妹 哥哥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岳老爷最近在江南开了新的生意 叫你九师兄过去帮忙打理 他当时走得急 所以就没来着急跟你道别 紧忙上路了 那他 要去多久啊 这 也说不准吧 恐怕 也要有个三年五载的 三年五载 那我这么长时间 都看不到九师兄了 好了 妹妹 你还是休息吧 别再想了 别再想了 那我 然后 他 我 没 这 的 あの 你 还 他 你 我 不 你 说 我 他 我 我 你 我 你 说 我 我 以前只有在遗书上 才能看到人意味过度悲伤 会选择失去一些记忆 想不到我从一那么久 最后却在自己亲妹妹身上 看到了这种情况 怎么样 卓儿 仍然怎么样啊 爹 娘 妹妹身体无大碍 只是心神损耗太大 需要静养 心神损耗 怎么会心神损耗呢 所以她 选择忘记 我 Sams原来就这么说 我照顾 不过 我 其实是 五哥 你怎么在这儿 我是你五哥 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 还有 你见到五哥 为什么会接班呢 因为 你见到五哥 因为 你见到五哥 为什么会接班呢 因为你一出现 肯定没什么合的事 苏家九兄弟排班表 妹妹啊 这一次 哥哥们 可不能站在你这头 爹哥娘刚放完脾气 让我们兄弟几个 立下军令状 如果你再输岔子 他们可救 所以啊 哥哥们商量 做下了这个值班表 从今日起 你的膳食搭配 放风时间 包括来访的人员记录 甚至你说过些什么话 我都会让当日的兄弟们 好好地记下来 等等 我连说什么话 你们都要记下来啊 嗯 等等 五哥 这种比蹲大牢 还艰苦的日子 我还得过多久啊 那就要看你表现了 妹妹啊 你别不吃东西啊 又不是 你别不吃东西 不吃东西 不吃东西 就不吃东西 这是梦吗 为什么觉得 又不像是梦 今天晚上 他会不会出现 如果他真的受了那么重的伤 一定是来不了了吧 老天爷 然然求求你 希望这只是一个梦 再等一下就好了 然然 你爱的是他 对了 你爱的是梦 娘亲看到我这么严 九师兄又出了远门 好怀念台义山的日子 不知道师姐最近都在干嘛 等会儿又不要给他醒醒了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有人又生病了 所以过来看看你 娄轩 我郑重严肃地警告你 别以为你跟我表姐退了婚 就可以对其他女孩 岂没弄严的 想念 踩着 眼睛怎么这么像 不对 不对 她们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呢 哎 瞧什么呢 瞧得这么入神 没什么 我的宝贝妹妹 七哥 怎么了 爹娘找你有事情 干什么呀 一会儿就知道了 这么神神秘密的 走 慢点啊 开始 老七 快过来啊 使劲 使劲 来 到了 来 看 使劲 使劲 这都是怎么了 妹妹 你不记得了 咱们家每年都有一次拔河比赛啊 可是 今年不是还没到时候吗 找我好重心 老七 过来帮忙啊 来了来了 不会来 咱们快输了 妹妹 我先过去了 快点 使劲啊 一 二 走 使劲 走 使劲 走 妹妹 快给哥哥鼓励啊 来 走 别松手 别松手 快快 使劲 走 使劲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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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燕 你看你哥哥呢 拔他多带劲啊 妹妹来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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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走 走 走 我们赢了 怎么样 燃燃 爹爹厉害了 我不服 我们重来 跟我比 你们还嫩点 按照规矩 输的那对受惩罚 是不是 来 对对对 惩罚惩罚 对 快点 坐 坐 坐呀 快快快 开始 对 来 挺直的啊 注意姿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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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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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 hurt 然然 来 坐 喝茶 爹爹 女儿让你担心了 此话怎讲啊 爹爹 冉冉知道 你和哥哥们又是拔河 又是踢劲的 其实都是为了让冉冉开心 冉冉错了 给你们添麻烦了 嗯 别胡说 怎么可能添麻烦呢 你的哥哥们 就是你娘生下来 陪你玩的 你让他们干什么 他们就干什么 爹 别闹了 冉冉 现在咱们家所有的事 都得让着我的宝贝冉冉 只要你高兴 让他们做什么我都愿意 爹爹 娘亲 哥哥们和表姐 是我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 我爱你们胜过爱我自己 所以 只要你们高兴 我也愿意做任何事 那 现在高兴吗 前几天 的确有点不开心 不过我想通了 我不能让你们担心 我要振作起来 嗯 乖 然然 那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爹爹 自从我从太乙山回来 就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大家都为了保护我 照顾我 忙得团团转 所以 我想明白了 我要做个厉害的人 然后自己保护自己 乖 然然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没告诉爹爹啊 你是柯爹 我待不见了 你不是自己的 你不是个厉害的人 我一切都会这样 哎呀 是 你不是说的 你不是会这样的 你不是什么事情 你不是说你 你是她呢 是 你不是我 你是自己的 你不是我 你不是说你 我偷旷了 你不是说你 我旷话 长大了 也懂事了 你娘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肯定高兴死了 爹爹 你是这个世上 最最最好的爹爹 然然爱死你了 爹爹也爱你呀 爹爹也爱死你了 娘亲 您找我 简儿 快过来 怎么了 娘亲 娘这几日气色特别不好 你看看这儿 还有这儿 是不是都长皱纹了 一点都没有 我跟您说 娘的美貌可谓是举世无双 风华绝代 雍容华贵 沉鱼落雁 碧月雄发 行了 行了啊 说得没边了 娘亲 您可是天下第一大美人 营莲怎么样了 心情好些了吗 好多了 娘亲不用担心 有哥哥们在 简儿 你从小就一直是 心思最细腻的 跟营莲 也是最亲近的 最近发生那些事 营莲的心思 娘亲是真的不懂 娘亲不用担心 营莲从小 心地善良 个性坚强勇敢 我相信没有什么事情 是她想不开的 真想让她早点嫁人 娘亲 您舍得吗 舍不舍得是一回事 冉冉的幸福是另一回事 秦家二公子的为人 娘亲是越来越清楚了 你们兄弟几个 也应该看得出来吧 冉冉嫁给她会幸福的 娘 冉冉 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跟换了个人似的 娘 以前是冉冉任性 以后 冉冉都会乖乖听娘的话 再也不惹娘生气了 怎么了 这还是我那个人精士的女儿吗 娘 冉冉答应你 嫁给秦朗 这次是真的 绝不食言 秦公子 您来了 麻烦二位帮忙通报 就说秦朗求见 是 是 妹妹 秦公子来找你了 秦公子 快坐 秦公子快坐 今日家父家母都进宫去了 我们之间就不要讲那么多规矩了 想必秦公子是可以理解的吧 那是自然 既然秦公子有事情找妹妹 那你们二人先聊没事 我先出去了 秦公子 你先喝点茶 秦公子 好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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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再次谢谢你 为何又道谢 你三番两次救我 是我名副其实的救命恩人 冉冉严重了 秦郎 我希望 能够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所以 我们尽快澄清吧 你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吧 不错 这次还要谢谢你 不必 我也该回太乙山了 夜青天现在已经回越陵宫了 相信这段时间 越陵宫的人 趕下救人 不会过来找麻烦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是关于世水红颜的传承 和红颜之毒的关系 这件事情 我和她表姐 已经查出了一些眉目 据说 这诅咒和红颜之毒 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吴舍师父一脉 仅有三人 一是吴舍师父 已经不在世上了 二是禁辞姑姑 居无定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才能不能丟OU 再愉弄 娄公子 有日子没见了 他的身体好些了吗 好多了 心情也是 是 那就好 不知道娄公子这次找我过来 是为了什么事